美国总统拜登上任至今四个月 表现上国策以内政为主 忙于防疫和振兴经济 其实他在外交范畴都毫不放松 曾经分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至于同日本南韩这两个亚太盟友 更加选择面对面回忆 先有日本首相加以为上个月到访华府 这几天白宫的外宾是南韩总统文在寅 是拜登上台以来接见的第二位外国领袖 可见美国对右航的重视一个都不能少 星岛日贝社林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经过11日的血腥冲突 终于达成停火 事件中的赢家是以色列总理 内塔利亚湖和哈马斯 各自强化了政治本钱 由冤落塔利亚湖和哈马斯 为了抢权保卫 更可能制造另一场的尾巴冲突 眼前的停火协议異常脆弱 战火随时会重燃 文汇报写评 公职人员宣誓的条例实际生效 要求区议员等的公职人员宣誓 是落实爱国者自港原则的重大举措 由利区议会远离政争 重回正轨 专注服务市民 政府和市民对宣誓后的区议员 应该观其而拆其行 如果有人继续利用区议会平台 反中乱港 中部煽读 一定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被他受到嫌情